现在的兄弟姐妹又是一个月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又是一个月了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良善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良善 什么是良 什么是良 好对不对 好是不是 善呢 那善呢 也是好 都是好嘛 所以良善就是好好 所以良善就是好好 那么良善跟爱很像 他们都是很难有一个完整具体的定义 那么良善和爱都是好像一样 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定义 一样的定义 那么提到善 我们马上就想到它的相对词 那么提到这个善字 我们是不是很快就会想到它的相对词呢 就是 就是什么呢 恶 对不对 恶 是不是呢 善恶 善恶 它的相对词是恶 为什么会有恶呢 那为什么会有恶呢 这个在教会历史啊 在哲学啊 在神学上 一直都是一个争修不变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恶呢 为什么会有恶呢 这个问题在教会历史啊 哲学啊 或者是神学上面 一直都是一个争辩不忧的一个问题来的 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 他创造了一切 那么我们的一位全能的 全善的上帝呢 他创造了这一切 那又看一切都是好 那么他创造的时候 都说看着这一切都是好的 那为什么世上会有恶呢 那为什么世上会有恶呢 恶从哪里来 恶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答案 那么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在几年前 在好几年前 有人呢 用一个影片 有人呢 用了一个短片 拍出一个学生跟教授的一个对话 那么他拍了一个教授 和一个学生之间的对话 他们用对话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是用这个对话的方式 是讨论这个问题 恶的本质是什么 恶的本质是什么 我觉得 你一起来看这个对话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对话 他容易明白也很有意思 是很容易明白也很有意思的 在课堂上这个教授就说了 那么在课堂上面这个教授呢 他是这样说 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 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 如果上帝是存在的 那么他是邪恶的 如果上帝是存在的话呢 那么他是邪恶的 上帝是否创造一切呢 因为上帝是不是真的创造了这一切呢 那么恶也在这一切当中 因为恶也是在这一切当中 所以如果上帝创造了一切 他就是创造了恶 那么所以如果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 他也创造了恶 那么所以上帝就是饿了 那么所以呢 上帝呢 都是恶的 他讲到这里 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讲话了 那么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位学生呢 他就站起来讲了 对不起老师 他说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老师 寒冷存在吗 请问寒冷存在吗 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教授就说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寒冷当然存在啊 当然这个寒冷是会存在 难道你从来没有冷过吗 难道你从来都不觉得冷吗 这学生说 那么这个学生就答话了 事实上 事实上 老师我告诉你 寒冷并不存在 老师我告诉你 寒冷是不存在的 根据物理学的定义 根据这个物理学的定义 我们所认为的寒冷 我们所认为的寒冷 实际上是在说 没有热度的情况 那实际上呢 他是在这个没有 这个热度的情况下 学生又继续问 那学生又再问了 老师黑暗存在吗 老师黑暗存在吗 黑暗当然存在啊 那教授说 黑暗当然存在啦 老师你错了 学生又说 老师你错了 黑暗也不存在 黑暗也不存在的 事实上黑暗就是指没有亮光的情况 事实上呢 黑暗的意思就是 没有亮光的时候 亮光我们是可以研究的 亮光我们可以研究 但是黑暗就不能研究 但是黑暗我们不可以研究的 所以邪恶就是像寒冷 像黑暗一样 所以邪恶也都好像是寒冷 好像是黑暗一样 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 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 当一个人的心里 他没有上帝的爱存在的时候 邪恶就会发生 当一个人的心里面 如果是没有上帝的爱存在的时候 那情络是会发生 你觉不觉得这个学生很聪明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学生很聪明 这个学生就是爱因斯坦 因为这个学生就是爱因斯坦 兄弟姐 我们每次有洗礼的时候 但兄姐妹我们想想 每次有人受洗的时候 牧师都会问要这个接受洗礼的人 几个问题 那牧师呢 都会问这个要接受势力的弟兄 或者姐妹是有几个问题的 也会问会众 当然也都会问一下各位会众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第一个问题呢 他就问了 你愿意弃绝这世上恶的势力 你愿不愿意弃绝这个世上恶的势力 并诚心的悔改 并且诚心的认罪悔改呢 你愿意接受上帝给你自由跟力量 接着会再问你愿意接受上帝给你自由与力量吗 去抵挡任何形式的恶 不公义还有压迫吗 去抵挡任何形式的恶 和不公义 以及任何的压迫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要让我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 公开的表明弃绝罪恶的态度 那这些问题之所以要问出来呢 是让我们 让各位正式地在上帝面前 去弃绝罪恶的态度 告白自己的信仰 以及去告白我们自己的信仰 使这个洗礼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的记号 这样可以令到这个洗礼这个的仪式 可以成为这个正式的罪得赦免的记号 从此受洗的人可以与基督连结在一起 从此受洗的人可以与基督连结在一起 可见弃绝罪恶是真的很重要 可见弃绝这个罪恶是非常重要的 不愿意放弃罪恶就不能与上帝连结 如果不愿意放弃这个罪恶 就不可以与上帝连结 心中就不会有爱 身里面是不会有爱的 没有爱这一生完全没有幸福可言 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诗篇第一篇 有跟我们说 远离罪恶的人 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 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 诗人说 当义人要有两个条件 如果要做一个义人 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消极性的 第一个条件是消极性的 第一他不要与傲慢 还有傲慢邪恶的人同流合污 就是这个人 他不跟这些傲慢邪恶的人 一起同流合污 不要听从他们的话 不要听从他们的话 这句话是诗人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小心那些怀疑 还有嘲笑上帝的话的人 我们要小心过一些怀疑 和嘲笑上帝的话语的人 如果你跟他们做朋友 如果你跟他们一起做朋友的话 可是你没有很坚强的信 如果你没有很坚强地去信 你不能引导他们 你不可以去引导他们 你最好不要跟他们有密切的 你最好不要跟他们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为朋友跟同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 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朋友和同事 他们常常会在这个不经不觉的时候 是会对我们有好心的影响 如果我们常常跟藐视上帝的人来往 如果我们经常跟这些藐视上帝的人来往 我们可能会陷入罪中 我们可能会陷入这个罪当中 我们渐渐地对上帝的命令麻木 我们做了坏事也不觉得有愧疚感 甚至如果我们做了坏事 也有可能不会有这个内疚 那这样子的态度就是藐视上帝 那这样的态度就是藐视上帝 那这样的态度就是藐视上帝 然后第二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 是积极性的 他要喜爱上帝的指示 他要喜爱上帝的指示 圣经说是上帝的律法 就是上帝的指示 圣经上讲的是上帝的律法 也就是上帝的指示 要日夜思考 我们要日夜思想 因为想要真正去明白那个意义 如果真的要想去明白这些意义的话 而且要去在生活中身体立行 那当然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身体力行 各位兄弟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诗人把消极的条件 放在积极性的条件的前面 诗人他把这个消极性的条件 放在这个积极性的前面 这是提醒要让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提醒 是想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良善的人 如果要做一个良善的人 最低最低的标准 要做到不伤害 最低最低的标准 就要做到不伤害 No harm 英文叫做no harm 能够做到这个 才能做到其他我们所谓的良善 要做到这个 才可以做到我们所认为的良善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不伤害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不伤害 你要小看这个不伤害 好简单啊 可能会想 很简单 为杀人放火 我又不杀人不放火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困难呢 其实不容易 其实是不容易的 不努力是做不到 如果不努力是真的做不到的 大文学家 沙士比亚 这个出名的大文学家 沙士比亚 写了很多的诗 很多的戏剧 写了很多的戏剧 写了很多的戏剧 其中一个叫做威尼斯商人 其中一个戏剧叫做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故事描写一个主角 这个主角是基督徒的商人 这个故事描述了其中一个主角 这个主角是一个基督徒商人 另外他有一个死对头 很不幸他有一个死对头 是犹太人的商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商人 犹太人的商人很会赚钱 这个犹太人商人他很会赚钱 可是犹太人到处被讨厌 但是犹太人去到哪里都被人讨厌 这个基督徒商人也不喜欢犹太商人 当然基督徒商人 他都不喜欢犹太商人 这个基督徒商人 他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基督徒商人 他是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 他有一个女朋友住得很远 他有一个女朋友住得很远 他想要去跟他结婚 他想要跟他结婚 女费加上婚礼什么的 要钱 这些女费或者结婚 所有的经费都要很多钱 要三千块 在那个时候是三千元 这个朋友没有钱 这个朋友没有钱 他就问基督徒商人借钱 所以他就问基督徒商人 借钱 他说好我借你 这个朋友说好我借给你 可是他发现他手头一时不方便 但是他发现他手头一时不方便 他就想怎么办 他在想那怎么办 哎呀他最后不得已 他就硬着头皮去跟这个犹太商人借钱 最后他就迫不得已 他都要很硬着头皮 都要问这个犹太商人去借钱 这个说你借我三千块好吗 他就问犹太商人说你借三千元给我好吗 这个犹太商人 他其实是很讨厌基督徒商人的 那当然这个犹太商人 他也是非常之讨厌 不喜欢基督徒商人的 他的心里盘算盘算的时候 他竟然说好啊 他心里面左度又想 他就想一想一想 好了我都借了 其实心里在想你惨了 你这次栽在我手里了 其实他心里面另外在想你惨了 你这次就是露在我手上了 他就对他说 那他就对这个基督徒商人说 好我借你 好我借给你 而且这次不要利息 这次我不收你的利息 因为你每次都骂我 我是放高利贷的 因为你经常都说我 说我是放高利贷 高利贷 所以我这次就不算你利息 看你怎么说我 所以我这次不收你的利息 看你怎么说 但是我们要签约 但是我们要签合约 但是我们要签合约 签什么约 那基督徒商人问 我们签什么约 我们签约 看你什么时候还我 我们签这个约 就是要看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你写下来 你说我们就写下来 你说我们就写下来 你说什么时候还给我 还钱的时候我们写下来 看看万一你不能还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那基督徒商人 很有自信 他就说 如果不能准时还你 就随便你了 那基督徒商人 那基督徒商人 他很有自信地说 如果我到期都不能还给你 你说怎么就怎么 那你如果没准时还我 我就要割你身上一磅肉 那犹太商人说 好 如果你到期都不能还钱给我 我要你身上一磅肉 两人就这样约定了 那两个人就这样约定了 签约合约了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后来基督徒商人的船 竟然没有按时回来 最后基督徒商人的船 他的船出海 居然没有按时回来 而且是遇到船难沉掉了 并且遇到船难沉了 现在糟糕了 约定的日期就到了 他钱都筹不出来 那现在糟了 因为约定要还钱的时候多了 但是他没有钱 筹不到钱还怎么办呢 这个犹太商人就逮住这个机会 把他真的抓到法院去了 那当然这个犹太商人 就是要捉住这个机会 就将基督徒商人捉了 是带到法院了 那对法官说 那他就对法官说 你看他欠我钱 你看他是欠了我钱 到期还不能还 现在到期了 他不可以还钱 那么照约定 我要他身上的一磅肉 那照我们所签的合约上面说 我是要他身上一磅肉的 这个时候那个借钱去结婚的朋友 他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那这个时候 那个朋友 不是问基督徒商人借钱的朋友呢 那他已经是存了这个很有钱的太太了 那么他听到朋友有难了 那他这个时候听到他的朋友有难 就在这个开庭的时候赶回来要帮他 那么他在开庭的时候呢 就赶了回来 是打算帮忙的 他就对这个犹太的商人说了 那么他就对这个犹太商人说 好我还你钱 我替他还你钱 因为本来这个钱就是我借的嘛 我还钱 那么他就说呢 我帮他还钱 因为这次他本身是帮我借的 我帮他还 我还你六千块 两倍哦 是双倍了 你放了他 你将他放了 犹太商人说不行 那么犹太商人说不行 我要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一磅肉 我要的不是钱 我是要他一磅肉 我们要照约定来行 我们要照着这个合约来做 怎么跟他讲他都不愿意 那么其他人怎样跟他说 怎样讨论他都是不肯妥协 最后犹太商人真的拿出了一把刀 最后犹太商人真的拿出一把刀 甚至把基督徒商人绑起来 甚至他都要把基督徒商人绑起了 只要割的时候 当他要割的时候 这个法官就说了 那么法官怎么说呢 等一下 他说等一会儿 请你不要流一滴血 请你割的时候不可以流一滴血 犹太商人说 怎么可能割肉就会流血 法官说人家要还你钱 你不要 你坚持一定要照规定来 那么法官就说 你坚持一定要照规定来 因为人家要还钱给你 你说不要 那么照规定来讲 那个约上面没有血可以流血 那么照你所说的规定 这个约定上面就是说 如果你要割肉是不可以流血的 所以你可以割一磅肉 但是你可以流一滴血 所以你可以割他身上一磅肉 但是你不可以流一滴血的 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犹太商人说 犹太商人说 不可能 法官就继续说 那么法官就继续说 如果你流一滴血 你的钱就要被充公 如果你令到他流一滴血 你的钱就要充公了 因为你是意图要伤害公民 因为你是要伤害他 钱要充公 而且你还要坐牢 那钱呢 除了要充公 还有你呢 是要坐牢的 犹太商人一听到这样子 就说 那我不要了 这个犹太商人一听到法官这么说 他当然说我不要了 我不做了 法官说 但是你说一定要照约 你不照约就是你违反约定 那你要受罚 所以你就要受罚 财产一半充公 一半的付给这个受害人 那你所受的惩罚就是一半的财产是要充公 另外一半就是要被这个受害人 后来在庭上一个旁听的公爵 后来在庭上面一个旁听的公爵 他就本着这个基督徒恩慈 那他是本着这个基督徒恩慈的心 他求这个法官法外施恩 那他就对法官说是希望法官是法外施恩 最后法官说 那最后呢 那法官就说 充公的那一半先还给你 那法官就说要充公那一半钱 我们不收你住给你 那另外一半应该给人 等于死后再付 那另外一半是你要给人的话 那我们等你死了再付 这个故事到此圆满结束 那所以呢 这个故事到这里是圆满结束 可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给人的震撼是很大的 那这个故事最后呢 是给人会有这个震撼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 但是这个犹太商人 他就是这个小鼻子小眼睛不平衡的心态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商人 他是一个比较是鸡毛算皮都算到尽的人 那这种不平衡的情节 让他失去做到不伤害的机会 那这些这样不平衡的心理的情节 令到他是做不到这个不伤害的一个人 他虽然有照合约的这种正当性 他虽然是要照着这个合约的这个正当的行为 可是他变成坏人 但是他变成了一个坏人 我们常常要警察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经常都要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会乘一时之快 我们得理不饶人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是请一时之快得理不饶人 甚至我们可能会说出一些是伤害人的说话 过度反应做出伤害人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过度的反应 可能会是做出一些伤害了人的事 我们甚至不会自己察觉 我们甚至是自己不会察觉得到的 那么先知弥迦告诉我们 先知弥迦告诉我们 上帝眼中的善是什么呢 就是行公义 就是行公义 好怜悯 所怜悯的心与上帝同行 全怜悯的心与上帝同行 心中有上帝的爱 如果心里面有上帝的爱 以怜悯的心对人有同理心 以怜悯的心对个人有同理心 伤害人的恶念就不会发生 那么伤害人的恶念就不会发生了 就不会冤冤相报永无灵日 那就不会有这个冤冤相报永无灵日的日子了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每天谨守不伤害的原则 每一天都谨守这个不伤害的原则 让我们持续能够走在征服的道上 让我们可以持续走在这个征服的道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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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